好 那請大家也幫我們在聊天室來投個票 美麗寶 電子報 10號針對 民眾認為大家誰最適合 擔任下一屆總統做了一個民調出爐了 好 1 2 3 4 5 6 你認為誰適合幫我們在聊天室 加1 加2 加3 加4 加5 或者是還有其他你任何適合的人選 也能夠來加6 好 副總統賴清德 現在是以25.5%占居第一 那新美市長侯友宜是23% 緊追債後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是第三 那其他還包含了像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台灣市長鄭文燦等等 大家你認為誰最適合你心目中理想的人選 在聊天室來幫我投下你的意見 不過在這個選舉之前 常常我們就會看到不斷的大家端牛肉 所以選舉要到了是不是就要調薪了呢 首先來看到在10月28號拍板 選舉來了就要加薪了嗎 軍公教現在要調薪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基本工資 調漲了5.21%之後 這是10月8號 行政院再宣布軍公教也要調薪 並且在明年的1月1號試用調薪4% 預估國庫會增加314億元的支出 那這次的調薪幅度其實是創下25年來最高 所以在一檔就質疑了好選舉之前 接下來馬上好登場的就是公投了 在這個時候宣布調漲薪資 是不是又想要來掏國庫安撫民怨呢 行政院拍板要讓軍公教加薪4% 幅度創下新高 1996年曾調到5% 但接下來2001年到2018年間 四度調漲幅度都只有3% 直到今年突然說幅度要調漲到4% 創下25年來新高 軍公教人員薪資調整後 能刺激帶動民間企業也能夠調薪 過去25年最高的調薪也是3% 這次我們調整4% 軍公教調薪案從明年1月1號起試用 國庫將增加支出314億元 但今年經濟受創 疫情慘重 明明8月中行政院人士會決定不調薪資 但為何現在發加彎還一次調這麼多 民進黨政府做任何重大政策的宣布 絕對是配合他的政治操作 一定要追求他的政黨利益到最大 然後馬上就要12月的公投 所以他真的壓的是在公投這裡 民進黨做事 這個執政黨做事 永遠當然都是選舉考量 很大的可能性會過關 那我想這個蘇內閣對他的這個政權保衛戰 也覺得是岌岌可危 所以當然要開始做一些拉攏的動作 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會大概6%左右了 那沒有錯過去沒調薪沒那麼高 那我相信他是因為選舉到了 他的政治考慮才會調得特別高 民進基本工資調漲5.21%後 軍公教也說要調漲4% 蔡政府任內第二度調漲軍公教薪資 實際點敏感 讓外界聯想特別多 記者王志文 許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聊天室來看看大家的意見 認為加幾是誰 你的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誰 好看到加二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蠻多人加二的 那至於在民進黨的部分 可以看到賴清德跟鄭文燦加四 賴清德的是比較多 不過也有很多人是加六 加六大家認為有誰呢 加六我們可以看到 Berry Ma認為趙少康 還有這個Judy認為加六韓國瑜 吳妙玲也是說韓國瑜 還有這個王鴻文加鈴 因為他說沒有一個適合的 通通都不適合 好 再來看到的是 好 趙少康也是有不少人來加六 好 還有人是挺王佑正 好 謝謝你的支持 我也代替佑正主播 現在支持你 好 謝謝你 那其他我們可以看到 蠻多人都是加六 加六有不同的意見 好 你可以看到包含了像是韓國瑜 郭台銘 以及邱雄航等等 好 還有提醒大家記得幫我按個讚 那至於說到底這個他們的得票 還有信任指數如何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這個 美麗島電子報的一個民調了 誰最適合擔任下一屆的總統 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目前佔據第一位的是賴清德 他有25.5%的一個支持 那另外在侯友宜的部分 在民調部分23% 兩個相差 其實沒有太多 那在10月份的信任指數的部分 倒是你可以看到 侯友宜是領先的 有73.1% 那麼在賴清德部分 59.8%在鄭文燦 再來看到才是現任的總統蔡英文 那可以看到在吳子佳部分就說 鄭文燦如果一拉到總統的層級 就差了兩個坎 一個是總統 一個是行政院長 如果鄭文燦不去當行政院長 是一點機會都沒有 所以可以看到 這是吳子佳的看法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信任指數的部分 在蔡英文大概是51.1% 緊追債後的是柯文哲 49.5% 好 柯文哲確實大家也認為說 他也可能會來攪拒嗎 那如果說 他真的當了台灣的總統之後 他看到這一次蔡總統 接受雙訪又來表示說 認為是不是外界又在 看這個總統 蔡總統是不是又在販賣一個亡谷感 那市長柯文哲就說了 真的 他看起來蠻害怕的 還說不知道 到底自己準備好了沒 我們先來聽聽看 柯市長他怎麼說 蔡總統在國慶日 講這四個堅持 然後昨天早上新聞 接受CNN的專訪 又談說要有美軍在台灣 然後呢 這個要跟著習近平坐下來談 你覺得這樣的一連串 從國慶日到今天 這樣一連串 是不是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政府又在販賣 所謂的亡國感 你的看法 我是看著心驚膽戰 心驚膽戰 看哪一個字心驚膽戰 其實國防還是要準備 但是對外是要盡量要求和平 對內要有足夠的準備 你現在內部準備好了嗎 我都不曉得 你覺得有準備好嗎 我們台灣內部 根據這個國外媒體的報導 我們自己的 軍方的士氣 相關後備的動員 都呈現一個需要 需要這個增補的狀態 你覺得我們目前的情況 去足以應付 萬一的發生的戰事嗎 這個不可以告訴你 美國國務院跟我講的話 我都不曉得